哈囉各位看官大大 我是愛吃愛死的阿丹 這個廟遊台灣系列首集 我們要帶大家來到高雄市區的戴天府 擁有第三東龍宮稱呼的高雄東龍宮 在介紹之前不免俗的要請大家來幫忙 訂閱按讚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與一部就出走的粉專啦 好那我們就出發囉 位在高雄前京區的東龍宮 最明顯的目標就是七弦路上的牌樓 進去之後就可以找到這間威兒的戴天府啦 說到東龍宮 大家一定聯想到祖寺文府千歲的東港東龍宮 可是這間廟宇最初可是來自三寮灣的 真、靈、紅、珠、黃、五姓人士 所帶來的禮府千歲黑令旗來開機的 來高雄探價的北門移民呢 引起家鄉信仰 三寮灣東龍宮的禮府千歲姓武同行 在高雄發揮之後呢 眾人想幫千歲爺雕塑金森 沒想到在開光點眼之時 神靈降價表示 其為東港東龍宮的溫府三千歲 奉子前來相助禮府千歲建廟一世 眾人於是又幫溫府千歲另外雕塑金森來奉詩 而後禮府千歲改念溫府千歲處理聖奪 便邀請他來做主位 民國45年廟宇落成 廟名題為東龍宮 東港東龍宮亦贈送昆島同親的匾額祝賀 這塊匾呢是高雄東龍宮的第一塊 同時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編額 而後陸續也有南昆森的吳府千歲 雪甲慈濟宮的寶生大帝 以及來自民宅後代無法奉詩而若空的田都元帥加入團隊 民國57至90年這段期間 東龍宮便以田都元帥為主神自主宋江鎮 先任的姬生當時也是成員之一 在一次東港嬴王大家於寢王的海灘上時 並被溫府三千歲抓千基 雙刀一放便衝入海中口喊五年溫府三千歲後便退嫁了 至此之後便成為東龍宮的姬子之金 東龍宮曾於民國57年擺建 民國68年至79年又迎來南昆山與四山龍虎眼的觀音佛祖 並增建二樓明霄寶殿奉詩玉皇上帝 三官大帝南北斗姓君 特別的是後殿與二樓間是中空連通的 方便讓行動不便的信徒在後殿也可以直接參拜二樓的神聖 東龍宮的一樓 龍虎邊偏殿分別奉詩中軍府與城隍爺 城隍爺說得再更準確一點呢 應該就是禁祖宮負責護佑境內的居民平安 而中軍府前呢是每個月逢國立的10、20、30號 東龍宮微服潛水降機的祭祀場所 祭祀時間與晚間七點開始 有需要的信眾歡迎提前報名哦 東龍宮每年固定的活動有 提公施與南北斗姓的離斗法會 上緣天官賜福起骨活動 中緣普渡以及溫斧千歲與禮斧千歲聖誕前的淨香 過平安橋以及擴桃菜樓珠活動 非常特別的是溫斧千歲有12隻王力 分別為紫醜 銀茂 陳絲 五味 森友 虛亥 也可以稱作鼠牛 糊塗 龍蛇 麻羊 火雞 狗豬 蛇 神效令 在溫斧千歲聖誕前呢 來開放信眾來拔杯秋雪 每個人可以有12次的機會 老實說機會是蠻高的 不過因為這樣的機制太過耗時 說不定以後會修改也不一定哦 今年東龍宮即將舉行修舍七朝水火 嚷哉齊安清教 這是繼民國79年的三朝清教 民國90年的五朝王教之後 第三次舉行的大型教典 到時便可再看到在高雄市區中 難得一見的宋王景象 本集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順便也幫廟方宣傳一下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此次的教典 任任抖手贊助支持 或左一公發新幫忙都可以哦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